几名工人奋力地悄悄打打 就是要修复这条有辉煌历史的铁路 这条荒废的铁路曾经是摩苏尔当地著名的铁道 被视为是摩苏尔黄金时期的标志 几十年前曾是伊拉克文明的输送带 将乘客和货物运送到叙利亚和土耳其 后来随着2014年伊斯兰国引爆的战争席卷全国 铁路遭到严重的破坏 战火让摩苏尔沦为废墟 身边的荒芜景象看在当地人的眼里颇有感触 铁路经理表示很开心这条铁路正在重新建设中 希望这条极具历史意义的铁路能重新运作起来 让战后的摩苏尔恢复生机 环宇新闻图文君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